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你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先想到这些事情 就是装潢有关 你买房子就要先想到装潢 这件事情是必然的 你千万不要想说 你买了一间房子 装潢以后再说 没有这回事 或者说你买了一间房子 以后装潢都可以解决 这是完全的错误 买完房子之后 你要做什么事 这是今天的主题 叫做装潢秘迹 我今天讲的是秘迹 也就是说讲一些点 我今天不是讲装潢 讲的是有一些你该注意的点 或是有一些是你忘了注意的点 这样做才会比较好住 所以你买了一个房子 通常有这两个途径 就新城屋跟中古屋 就是你买了预送后 变新城屋后来就住了 或是你直接买中古屋就住 所以通常都是这样 你买了新城屋之后 如果你很有钱 就通通丢给设计师 反正设计师花个几百万 帮你搞定一件 但可以没有问题 几百万可以 你说新城屋要几百万吗 要 因为凋然花多 现在很多房子都乱盖一通 所以设计师要帮你处理一些状况 那你说没有钱 买买家具 白白也是睡觉 也是可以 通常买新房子就是这两途径 那你买中古屋呢 一样有钱找设计师 没钱打赏后就住一住 可是是这样吗 这大概是这样子如此 但是呢大家通常在住下去 或者在做找设计师的时候 都会发生很多问题 而且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我非常的不建议你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你看 通通交给设计师全权处理 设计师如果是你老公 你太太可以 因为外出了状况 他本来就帮你解决 是你爸 可以 你爸本来就是不计成本帮你解决 但如果只是你的朋友 认识的陌生人或是花钱的 我告诉你 出了事 设计师不会帮你做任何的事情 他想的跟你想的完全都不一样 这重点哦 他想的跟你想的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常常我们觉得设计师应该想到 可是设计师都多半呈现浪漫 不切实际 不实柱 或者是设计师根本就不是你的回从 他怎么知道你有多少条内裤呢 你懂吗 所以不能够全权交由设计师处理 你必须要全程参与 包括你看得懂跟你看不懂的部分 没有应该如此的说法 他应该知道内裤有300条吧 没有这种事情 他应该知道鞋子有多长吧 没有这种事情 我真的有看过设计师做过那个衣柜 衣柜是直接现场做完之后 发现衣服掉不进去的 你说他是设计师 对他是设计师 但是设计师只是把它弄成很漂亮的样子 并不是每一个设计师都是非常有经验 那你说这是找什么有口碑的设计师就好啊 可是你上网看一下 很多有口碑的设计师不是天价 就还是会上社会版 所以重点还是设计师不是你的回从 不知道你的需求 你必须要跟设计师一直讨论 包含你的肩膀的宽度 这件事情都要告诉他 所以你有内裤300条 你也要告诉设计师说 你有内裤300条 懂吗 这件事情很多人在买房子 之前没有考虑到 在装潢之后也没考虑到 后来就发生你花了几百万 结果是将就着住的囧状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IKEA照着一个房间全买 很多人都这样 其实我很爱逛IKEA 然后我发现很多人买 就是把那个房间全部号码抄下来 抄完之后就把它买光光 这个感觉上好像可以 因为IKEA是设计很多风格 让你买 可是重点是 IKEA它只是弄一个风格 它并没有考虑到任何收纳 跟实际上使用的机能 还有它的频数 跟你家的频数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全部照着买 通常到了你家会发现 那会怪怪 灯的气氛不一样 IKEA东西就是不一样 所以你买回家100% 气氛怪怪不是IKEA的错 是它的现场做得太精美 然后那个气氛打得太好 太温馨了 然后到了你家冷冰冰的墙壁一放 就发现东西是不合的 所以千万不要IKEA照着一个房间全买 因为你的收纳或是你的需要 IKEA并没有想到 它只是一个卖场 懂吗 它只是想要弄成最漂亮的让你买而已 所以你的需求还是得自己考虑 因为IKEA不是你的回宠 它没有办法想到这件事情 它可以卖很多东西给你 比如说你在床区 可以看到跟床有关的需求的东西 它在旁边都会放的 但它会想到你的需求可以买的东西 但它不会管你收纳 比如说你去IKEA买一个很大的熊 玩偶很漂亮 IKEA不用负责它如何 教你如何收纳 懂吗 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 装谷屋散也不错 导散后直接入住这件事情 有人啊 就是购物预算抓得太紧 而且你看现在 我要分享这么严重 对不对 可能被裁员被资钱 或是说无薪假 或是正是现在的杜小月的时代 那既然是杜小月 那装潢就将就 随便住一住就算了 所以你看 中午 有些中午做得很好 可是啥也不做 打扫直接入住 这件事情我是不建议 比如说你好得换个马桶吧 马桶盖换一下吧 窗帘他用了三五年 总是吸尘灰尘 换一下吧 干净一下 或是那个床垫 有人连床垫都不换的 可是不对啊 床垫上面死了什么人 你都不知道 万一他的祖先 他的爸妈 他的 他的人 前屋主有人 在床上走了 你也不知道直接睡 感觉很怪 所以你还是得 做一点点的清洁 或是做一点点 低度的装潢 还有 前屋主 跟你的需求 是不一样 尤其像中古屋 中古屋最重要还是水跟电 你电总要重拉吧 如果20年的电没有重拉的话 这个房子住的很危险 超级危险 因为20年前没有这么多电暖炉 现在很多电暖炉 懂吗 插电的需求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中古屋真的也不要说 什么不做就直接住 因为它是会有危险 除非你不用任何高电器的部分 不用微波炉 不用电暖炉 甚至连吹风机也只能用一个 不能用两个 因为同时两个房间开吹风机 用电量就很凶狠 电器很重要 你自己算一下 买食品屋直接入住这件事情 很多人买新城屋就有食品屋 食品屋便宜买 就住了 所以可是食品屋是建商 搭漂亮给你看的那个房子的样品 它的问题都在于 没有收纳的想法 你买了一个房子之后 要做什么事 交屋了之后 这不要交屋再想 当你在签约的那一刻 或甚至是在签约之前 你就必须要想到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主题了 买一个房子签约之前 你必须要想到这件事情 当然通常很多都是 买了房子才会做这事 就是找出你喜欢的风格 请你开始上网 看旅馆 各大旅馆 全世界的旅馆 或是别人的装潢 或是上任何装潢的网站 或甚至是 总之只要有漂亮的图片 你就收集起来 漂亮的卧室 漂亮的客厅 漂亮的厨房 全部都是你喜欢的样子 把它通通整理起来 跟你的老婆 另一半家人讨论之后 决定出你们家 要走什么样的风格 千万不要说客厅是古典 卧室是维多利亚 厨房是新 什么新流行 现代等等 不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这样子最后你就眼花缭乱 Buffet再装潢是不适合的 只会让你就觉得 花枝昭展 看得很厌烦 懂吗 所以你总之喜欢古典风格可以就全家一致 就是一种风格做到底 客厅是古典一直到厕所也要做古典 客厅是现代一直到厕所也要做现代 全部做一致性的风格 最后弄出来就是好看的样子 懂吗 好 找擅长相同风格的设计师 你看 我一天要你确定你要的风格 再找设计师 设计师并不是万联的 他喜欢这样的东西 他做出来就是这样的东西 你说喜欢这样的东西 要他做别的东西他可不可以做 他还是会做 但是他擅长做这样的东西 他个性是这样子 所以他怎么做都是这个样子 懂吗 所以如果你既然找设计师的话 你就开始爬设计师的风格 他过去的作品去看看 其实几乎房子都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你看你喜不喜欢 他弄的样子 如果你喜欢就找他 如果不喜欢就跳过 千万不要看设计师帅 帅哥跟做出装潢是两回事 但是邋遢 就是他衣服都烂掉 然后什么领口黄黄的衣服 应该没有这种设计师 设计师其实蛮重视 看出去的整体感 所以如果一个不会穿衣服的设计师 说实话 他的房子也不会怎样 懂吗 会穿衣服的设计师是正常的 如果你遇到是不会穿衣服的设计师 或是穿衣服穿得很普通的设计师 他的作品绝对不怎么样 我没有要你找一个神神道道的 就是全身名牌 或是说先锋道骨 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你看他样子要舒服 他的作品就会舒服 所以找一个相同风格的设计师蛮重要的 千万不要说邻居找那个还不错 三姑说那个还不错 没有 要看风格是不是相同 所以第一个找你喜欢的 第二个找相同的 但如果你要自己做自己发包 因为现在很流行自己发包比较省钱 自己设计发包施工 一样是用相同风格来发包施工 网路上都有很多 教你如何自己装潢 自己发包的一些东西 很多设计师 或者是说网路真的有超多的 你可以自己找 没有问题 比如说油漆找一个 木工找一个 泥座找一个 甚至是冷气自己找厂商来做 都是可以的 所以网路上都有这样的东西 你要省钱 可以 你如果不想省钱 你想要丢给某个设计师也可以 重点都是风格 所以这件事要先确定 要先确定 你不能且站且走 买房子就要先设定好这件事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说像地堡 金碧辉煌 璀璨 你在地堡里面弄一个 清水模的装潢 会有点怪怪 你懂我意思吗 就像说我现在穿的光鲜亮丽 就我内裤是破洞的 有没有怪怪 有一点怪怪的 我的袜子是破洞的 有一点怪怪的 或是我内裤是花俏的 有一点怪怪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从你进了地堡之后 如果你进了地堡 进去 全部都是金碧辉煌 璀璨 结果到你家变成一个清水模 有一点怪怪的 除非你不在乎别人眼光 你只喜欢清水模 然后地堡的金碧辉煌 拎到待机 公共设施 拎到待机 不过这很奇怪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你每天都要进出 你进出你家的社区都是禁闭 然后进到你家是一个超人的环境 这种对比有一点大 有一点大 通常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除非你是特别的人物 如果说是一般正常多数的消费者 大概都是从进门一直到你家 都是同一种style 你才会去选择那个社区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所以风格施工 最后找同一种风格的家具做搭配 纵使是IKEA也有年度折扣 这件事情你可以做年度的功课 我没有要告诉你 什么时候买哪个东西比较便宜 但是每个家具店 都会有在某一个年度中 有特别折扣的部分 这个时候你在买屋之前 之前 你就可以先做功课 比如说你喜欢有勤门的 你就一年度调查 上网爬都爬得到 什么时候有勤门会做年度折扣 IKEA也是 什么时候会做买千送百 这个时候就很划算 懂吗 这是年度功课 然后你就问他有些厂商是愿意给你先买后送 或是你先把它买 这样很怪 先买放到某个地方 这也很奇怪 因为尺寸不合 可是你至少先做完功课 说什么时候买家具最划算 这件事情也可以先做 可是重点还是同一个风格的家具搭配 千万不要因为那一堂的沙发打折就买那一房 改变你的风格 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装潢做下去就是至少三五年的事情 除非你口袋很深很有钱随便换的没关系 但通常不是这样 通常不是这样 所以先想好写下来 不要脑筋 写下来你的list 包含你今天的电锅用什么色的 这件事都最好先写好 你当然不限品牌 可是你必须先想好写好是什么事 像我呢 我在买房子之前呢 我就先去看冰箱的目录了 你懂吗 因为我只喜欢这个牌子的冰箱 所以我买下去之后呢 我确定好这个冰箱是可能有我要吃 因为我买的是两房 我的房子并不是很大 所以需要那种瘦高型的冰箱 所以最后我买了日历了 因为日历有瘦高型 然后我刚好把这个冰箱 可以看进去我要的洞里面 就是我做好的格子 就是装潢的格子 那个格子啊 就是收纳柜 我刚好把冰箱 开进去那个洞里面 你懂吗 你要先看好尺寸 而且我看的不是只有日历哦 我确定好日历跟三菱 这两个牌子都是有瘦高型的 像国际牌都没有 我要的牌子 这两个是塞进去那个洞 就是万一今天是日历太贵 我还可以买三菱 的一个纯Q 懂我意思吗 这个伸缩你要先看 如果你真的你非常喜欢什么 滚筒式洗衣机 洗烘托三合一那一种 你就要先在买房子的时候 就要确定好你要的洗衣机 是不是塞得下你的阳台 或是你的洗衣间 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因为像486啊 486卖的很好的那个 什么 它有那种两个上下层的 那双层楼的洗衣机 不是每个家都放得下去 你懂吗 你说洗衣机很方便 下柜洗袜子 上柜洗衣服 是 可是不是每个家都买得下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很期望说 自己用一些 比较漂亮的家具或家电 或是你很喜欢 孙元云代言的那一款洗衣机的话 买房子之前就要确定这件事情 就像我的阳台 我的阳台可能塞不下 孙元云的洗红多 因为我的门太小了 还要吊上来 太麻烦了 你为了买一个房子 还要拆墙壁 何苦来摘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渴望有这玩意儿的话 买房子之前就要先确定 这个很重要 好 那你通常买的一个房子 中古屋 目前是占多数的成交就是中古屋 所以买完中古屋 你拆完的装潢通常就是开讲对讲的声音 记不记得我教你怎么看房子 有 比如说有天荒板是没有打开 对 比如说你厕所怎么看 爬到马桶上去把那个维修孔打开来看一下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维修孔呢 我不是是不是教你把那个 光阿丁啊 就是那个投射灯 推开来 拿手机伸进去拍一圈 确定好是不是你房子有漏碎 好的 当你中古买完之后 开始装潢的时候就是开讲的时刻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 你会发现露出来的钢筋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就是很多中古都是这样 就是露出一小块钢筋 然后锈调 然后什么水泥面 你会感觉说哇我是不是买到了海沙屋 其实多数情况海沙屋是整片掉下来 那如果有出现扫部分一点点呢 像这种一点点 那个就是以前啊 你没有听我的话才买 比如说民国77到79年买的房子 当年度因为预售卖太好了 扫地倒茶水的小妹都会卖房子的时刻 建商乱盖于通 所以有时候建商的保护层做的不够 就是钢筋 这边是钢筋对不对 这一根是钢筋 然后呢上下应该要保持足够的混泥土把它包起来 好把它包起来 这一根是钢筋 然后这个是钢筋混泥土把它包起来 这样子钢筋就受足够的保护对不对 就不会因为湿气太重侵蚀 像可是呢在那个时候景气好的时候建商乱盖 所以这个比如说下面保护层乱弄 所以你看我这边是不是都露出来 露或是比较薄水气就侵蚀 水气侵蚀之后钢筋就容易生锈 钢筋一生锈呢钢筋就会膨胀 膨胀就会把它推开来 因为膨胀嘛 所以那个就会掉下来 混泥土就掉下来 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呢钢筋就裸露出来了 然后就会开始生锈 生锈之后呢连上面会渐渐的抨起来 所以遇到原重的时刻就会渐渐抨起来 就变成说你的钢筋就会脆断掉 然后就没有任何的支撑作用 所以变成像这个样子 很多中古就有时候那个时刻都会这样 所以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其实就心里很不爽 因为当初你没看到吧就狗拉吧 只好买 那买了怎么办 只好啦方式是这样 你就去买那个钢刷 这个是我做过 钢刷把表面的锈层全部刷掉 钢筋的表面 如果刷一刷钢筋掉了 那就要执金喔 要补钢筋喔 可是如果你刷一刷钢筋还是很强硬 没有整根断掉的话 那还好 你先拿铁锤先敲敲敲 跟我们其他的要掉的一起掉 要掉的一起掉 敲敲敲敲 如果敲敲敲 轻轻敲敲敲 它掉下来表示那个本来就是碎掉了 没办法 你要处理钢筋的锈石的部分 拿钢刷 刷完之后呢 再去拿红丹 就是那个防锈的漆 把它漆起来 漆完红丹之后呢 至少钢筋保护了 然后再拿混泥土或是补土 把它补起来 由漆复原 把它包起来 只能做这种事情 如果你打开 变成这样 可是如果你打开天后板 发现整片哪 那种 算平的 整片掉下来 那你要去找海沙物来鉴定 鉴定你家是买到海沙物 买到海沙物赶快去提告 或者是说赶快去做补墙 否则你家里的人身安全很危险 我看到中乳石 这也是一个靠杯的东西 就是它没有漏水 但是滴出中乳石了 那中乳石之后 越低越大可能就是漏水 而且有些中乳石是臭的 因为它是粪管的中乳石 不是漏水是给水管 给水管的中乳石还好 粪管的中乳石就蛮恶心的 你的厕所永远是臭臭的 把中乳石切掉 它还是会一点一点积下来的 蛮恶心的 所以这时候修漏水吧 但如果你预算不足的话呢 预算不足的话呢 中乳石也就算了 因为中乳石 它是要慢慢慢慢滴 才滴得出来 这时候你就看到底下如果有铁盘 就会吐血了 铁盘就代表屋主知道它是漏水屋 只是它不修理 然后水滴到铁盘之后 利用自然让它蒸发 这是一种 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如果你很没有钱 没有任何装修了 就是你没有装潢的费用了 你只好自己买铁盘 塑胶盘 什么盘都可以 用一个盘子盛着 中乳石或是滴出水滴在那边自然蒸发 但如果今天是粪管的话 一定要修 太恶心了 给水管勉强可以 然后如果是墙角渗水 勉强可以 但是圣九的结构会有问题 所以看到这些东西 开一奖就认的吧 花钱装修吧 花钱修理吧 如果看到符咒小人跟油瓶 这一类奇怪的东西 麻烦你找法师 不要找我 我都 通常有符咒代表什么 有东西在里面住 有飘在里面 所以前屋主觉得内心有简 怪怪的就放个符咒 小人呢 就是打小人 就是他可能有他的意图 油品呢 当然有些油品是说是求好人员的 可是呢 泰国的油品感觉就怪怪的 所以找个老师来家里静一静 比较好 看看家里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你看到 老鼠屎 各位上网Google一下 什么是老鼠屎 老鼠的大便长什么样子 就是一粒一粒的那种 你看到老鼠屎 这时候装潢就很重要 要找出那个老鼠的途径 把那个洞封死 因为老鼠可以从共同管套间爬上 他们是攀岩高手 爬上来 懂吗 然后或是从窗外有一个小缝 爬进来 甚至我知道 像如果你今天做的是窗型的冷气 窗型冷气的边边通常没有打很实 如果你没有用木板 或是用钢板钉死的话 你只用发泡剂 或是只用一般的塑胶板封起来 我告诉你 老鼠是进得来的 他会咬咬咬咬咬 他闻到里面有香 家里有香气 咬咬咬咬咬 就进去了 就有一个洞 所以你看到 天外板上有老鼠屎 真的要把这个房子 真的会有老鼠 你要把 找出它的路径把它封死 老鼠很厉害的 只用钢板 你用什么木板都没有用 老鼠连木板都咬得掉 因为我们旧家 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我妈发现有老鼠 我就回去用木头 因为临时找不到东西 就去外面 木材行 就买一片木头 木头 把它钉死在墙壁上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我妈说 因为我老鼠 那个木头已经被咬出一个洞 超厉害的 我不知道老鼠怎么搞的 很恐怖 老鼠非常恐怖 超厉害的 你现在不要小看老鼠的智慧 跟老鼠牙齿的毅力 超强 那如果说你打开天花板 有看到黑色的一点一点 麻烦你去搜寻一下 什么叫蟑螂石 蟑螂的大便 或是蟑螂的软 如果你有机会做装潢 但是这个东西要封起来 否则你家就变蟑螂 一只蟑螂发现 你家就一百只蟑螂 这件事情 所以蟑螂也要封住 你要找出任何的途径 就是从你家跟外面联系的洞 哪里有洞 就要把它封住 这个时候装潢就很重要 好 以上就是你的看屋前 跟看屋之后的装潢的准备 我还没有讲到密集 所以到现在为止 OK吗 分享喔 告诉你的朋友说 你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或是你家现在目前 是不好住的情况 你想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 或是一点点的智慧 来做个装潢来改善一下 反正现在我按肺炎嘛 反正你今年一定不能出国了嘛 反正你就把钱拿来做装潢加点嘛 其实我最近花了一些装修 都非常改善你的居家 是这个时候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客厅 客厅要做什么 客厅有一些秘籍喔 装潢的秘籍要告诉你 鞋柜 我是不是讲 买房子之前都要注意鞋柜 鞋柜是最重要的 就是进来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鞋柜 一个好的鞋柜 是可以拯救全家 一个不好的鞋柜 会毁了你的家 非常重要 好 那我讲的是鞋柜的两倍容量 你现在问一下你 谁想跟你住 比如说你跟你老婆算一下 目前有30双鞋 等到你换了一个房子之后 麻烦你 你就会变成60双鞋 如果你是从出租的 你原本是租房子 对不对 租完房子要买房子 你鞋子绝对会double 如果你是换屋的 由小换到大 一定也会double 千万不要看网路上 画出一个这样的照片 然后说好像可以做双层鞋柜 我到时候买这个就解决了 没有这回事 这都是网路上的照片 经过美化而成的 很多这种超薄的鞋柜 是塞不下两层的 或是它可以塞两层平底鞋 高跟鞋只能塞一层 那我觉得这个照片感觉 有披图过的 我不是很确定 因为高跟鞋的高度 你放进去 你是不是可以放两层 我个人觉得很质疑 然后你看 高跟平底 高跟平底 哪有这么刚好 高跟平底 高跟平底 总之我觉得这个照片怪怪的 好 好 懂吗 所以鞋柜很重要 你买房子之后 如果有个玄关尺寸 要先量好 然后去找鞋柜 或是去找木工 想好鞋柜怎么放 这件事情 决定你家玄关的第一件事情 所以秘籍就是要找 两倍的容量 一定要两倍的容量 有空间多一点 宁愿空着 你把它填满 也不要到时候塞不下 地板都是你家的鞋子 那个很窘 好 再来 大门可以用喷漆来统一 是一个秘籍 就是你家的大门的内部 因为外部 大家统一嘛 内部是你的权利 像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感觉就是 放了一些现代又古典的画 然后有一个框 就突然间出现非常黑的一个门 有一点突兀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当然可以把这个门 用喷漆 喷起来 喷成你要的统一格料 因为这个颜色太深了 你应该喷浅一点点 这是一个建议 就是个人喜好问题 比如说像我 我会喜欢让它的颜色不要这么的深 让它低调 像这个屋主 他喜欢白配上深 白配上黑 这个目的也是为了要降低这个门 白深色的一个突兀感 所以他用这个画来平衡 让它变成说这一片都是长这个样 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有一些画 也就是白框配深色黑色的内容 这个设计师就是要用这件事情来 把这个门的颜色改变 所以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只为了要让这个门不那么突兀 那你干脆直接喷漆不就得了 你懂吗 所以这件事你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你并没有喜欢这么突兀的感觉的话 门只要喷漆 就解决所有的事情 所以千万不要弄 如果你很喜欢那种粉色系 家里是梦幻的粉色小屋 没有关系 结果配上一个很厚重的铁刀幕的门 这就很怪了 喷漆可以解决所有的事 只要喷这一面就好 而且你不要自己油漆 因为在不同材质 有些油漆漆漆起起来是很稠的 交给专业的油漆工 你告诉他你要喷成什么样子 他会帮你解决 这是一个秘迹 好 再来 很多人在装潢完之后 住进去两个礼拜后 才会发现这个事实 就是这个 灯具照射的位置是错的 或是你灯具选错了 这个灯不是主灯 是一个小灯 你看这个客厅 它的灯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一点点 然后底下没有任何灯 当然这个是网路上的照片 看起来非常美丽 经过调整的美丽 是好看 可是当你在晚上的时候 你这个灯一照 你会发现灯很暗 滑个手机都看不到东西 书也看不到 这个客厅是非常昏暗的 我跟你讲 欧美啊 欧美喜欢间接灯光 就是这边放个台灯 那边放个台灯 感觉是温馨的 可是 如果你今天房子够大 这样当然可以做 可是台湾房子小啊 你这样昏昏暗暗的 走路就踢到脚 然后小孩子跌倒 然后你想滑个手机 就开始老花眼 你懂吗 这个时候就忘记说 你的灯要头大 比如说如果说你今天 常常在沙发上活动 沙发上你是 是你主要的活动范围 那你就至少在上面 放一个指向的光眼 就是说光可以直接照到沙发上 而且有足够亮度的 懂吗 你可以跟设计师 或跟灯具人讲说 这样子够不够亮 我在沙发上 要有直接照射到的 这很重要喔 像我家啊 我讲我家 我家的沙发上 的确有放了三个灯 没错 直接照到我的沙发 这个是对的 然后也是用省电灯泡 也没有错 可是呢我忘了一件事情 省电灯泡的那个亮度是有限的 结果后来发现 我在沙发上看书啊 灯不够亮 看着看着 我觉得有点昏 就渐渐眼睛越来越近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当然这个时候你说 要看书去桌上看嘛 你那台灯看不是更好 没有错 可是呢我喜欢躺在沙发上 让我的脊椎歪掉的看书啊 我就是生活习惯不好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后来我就渐渐没有在沙发上看书 因为灯不够亮 老眼昏花了 所以 所以只好你那时候 你想说 好啦你真的要看书的话 你只好再去买个台灯 放在沙发旁边 照着你的书 你懂我意思吗 这时候 你家如果有空间 当然摆很好 可是我家呢 我找不到一个适合我家的台灯 所以到现在我的客厅 还是一直没有台灯 那我看书地方 就不会在沙发上 我的脊椎就变还是直的 因为我并没有烂死在沙发上 我就只好在我的书桌上 坐在椅子上看书了 就是我的屁股烂掉 这样子而已 好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的主要的活动地点 在沙发上的话 你就要想好 灯是不是要照到你的这地方 否则 当你灯不够 像这个图片 灯不够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会在这边活动 因为灯太暗 滑手机都不够 知道 这很重要 你的生活的习惯决定你这件事情 再来 插座 电暖炉 3C充电跟灯 这件事情就是 很多在客厅 还有拉延长线的 因为当初你住好的时候很漂亮 就后来发现 灯不够多 需要电暖炉 然后呢 妈妈 儿子 老公 老婆 就是全部 都需要插手机 3C 没电 你懂吗 所以插座变得非常重要 结果大家都用延长线 可是你新房子 为什么要用延长线 那个很难看 拉一条线万一危险怎么办 而且你看 电暖炉这件事情 电暖炉是不能够拉延长线的 拉延长线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电暖炉必须要专门的一个插头 直接从你家的电表箱 拉一条电线出来 然后这一个插座是否电暖炉的 订阅好帮忙YouTube频道 PC用户 请点影片右边的订阅钮喔 订阅之后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喔 影片上架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喔 所以在装潢之前就想好这件事情 就是插座要够多 拉出一条电线做什么事情 在装潢的时候 就要想好 好 有小孩子的人 也要注意这一个 就是 小孩子会到处乱跑 会到处乱撞 所以如果有楼梯的话 指滑跟洞 这个都要先想好 你不要说 设计师应该帮你想好 我的儿子很皮 这件事情 不会 小孩子就是跟猫一样 会钻这个洞 会从这边洞 跳下来 这件事情我以前小时候都干过 我是给小孩子 就会摔下去 所以 关于小孩子设计的部分 你要设计小孩子 网路上有很多文章 告诉你说如何设计小孩子 动 或是桌子的转角 或是 像这个电视也很恐怖 液晶电视是不是锁住 因为小孩子会搬上去 跟猫一样把它弄倒 懂吗 我第一台液晶电视最后是用 用 用 它有在卖喔 把电视钉在墙壁上 不怕猫咪弄倒 因为你看以前有养猫 所以猫咪会到 液晶电视的上面 就趴在上面 它就不动了 然后呢 如果你的液晶电视 没有特别做防护的话 它就会 倒下去给你看 你新买的 Sony就这样 啪 就爆炸 小孩子也会说 一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小孩 你的装置有小孩 或是你买这个房子 以后就会生小孩 你就要想到 转角 洞 或是所有的家电 地板的止滑度 是不是佛小孩 这件事情在装潢的时候 就要想到 否则你看很多人的 IG 或者是Facebook的照片 突然间 这个人生了小孩 然后满地都是橡胶地板 而且很丑 那种充满了塑胶味 然后变得 这时候你只能想说 有小孩 一切将就 可是你要想想 如果你当初 本来就计划有小孩了 你为什么地板要用磁砖呢 你应该铺个木头地板 让它比较不会跌倒 之类的 好 这种事情在 for小孩的时候 如果你装潢 有小孩 买房子有小孩 你就先想好 这些事情 你家就会比较一致 而且比较漂亮 这就是 有些设计师会直接问你 高级的设计师 会问你说有这些需求 那你呢 自己先想好 因为你不能够期待 每个都是高级设计师 这个高级不是收费贵 收费贵不代表高级设计师 我先提醒你 很贵的设计师 不代表会想到这些小细节 这细节是你要想 因为设计师 并不知道 你有多少小孩 你的内裤有多少件 这件事 好 不要说 微波炉很正常 没有这回事 微波炉不正常 我家就没有微波炉 冬厚 所以跟电器有关是 你就要想好 那个线怎么走 漏水的勘查 一开始要看漏水 因为 买房子之前不是先讲吗 一样 厨房上面 通常会有维修孔 可以直接 看上去 可以打开来看 所以 如果你打开来看上去 除了看漏水 还要看 抽油烟机 怎么走 因为很多厨房的抽油烟机 的排烟管是做假的 假的喔 就是他把那个油烟抽到天花板 就不管 这很糟糕 可是你在买房之前没看 到时候打开来是对讲 哇 漏水 吐血 厨房一定会有管道啊 通常都会有一样的管道 在同样的地方 你家的是厕所 楼上也是厕所 你家是厨房 楼上也是厨房 所以管道自己确认一下 你要勘查一下 到底有没有漏水 这件事情在买房子之前 就要看好 买房子之后 再看到的话 就是开讲 不会糊 到时候就是花钱解决 没办法 谁叫你买呢 那如果说 天花板有发霉 那种白白的斑 发霉的霉斑 你一定要想办法除掉 因为这里有霉斑 就代表过去的屋主 他的那个水气 直接排到天花板上 造成了大量的霉斑 那这个霉斑 要请工人把你除掉 霉斑除掉 就挂掉一层 或是至少用漂白水 洗过一遍 要洗过一遍 然后再重新把它盖起来 好 所以天花板最重要 第一件做这个漏水的检查 再来 旧柜体 任何中古屋的旧柜体 我都不建议保留 因为只要是蟑螂进去 就会有蛋 有大便 然后就会100只蟑螂 1000只蟑螂在你家 所以你家再怎么扫干系 都没有用 所以你买中古屋 看起来漂漂亮 除非他给你出示个保障卡 说这个厨具的柜子是新做的 我昨天才买好之类的 有一个保证书给你看 否则只要是用过几年 有在煮饭的中古的柜体 我都建议你把它丢掉 换新的 我没有钱怎么办 那你要考虑没有钱跟蟑螂 选择一样 你如果不怕蟑螂 没关系就打一打 然后有房间有很多除蟑螂的设备 除蟑螂的那个增计可以去做 可是如果你买个新房子 为什么要有蟑螂呢 封一下吧 封一下吧 然后那个下水道 这个孔啊 一定要换 如果是旧公寓 或是旧大楼那种 它并没有什么 U型村水湾的话 你要去换成一个 能够防脏防臭的那种 落水头 其实不贵 一两百块而已 顺手换一下 这个头解决了 就解决一大半 就蟑螂不会从这边爬上来 因为旧的啊 旧公寓啊 就是我看过 因为我们以前住旧公寓嘛 蟑螂的嘘嘘就走出来 然后头在那边 嘘嘘在那边串动 看有没有什么人在看它 很恶心 所以 这个落水头解决了 就解决一半 然后呢 柜体呢 比如说踢脚板 打开来 有时候就很精彩 都是蟑螂蛋 因为蟑螂喜欢躲在踢脚板里面 所以这件事情你也该清也要清 好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全部换掉 就没事了 厨具非常重要 像你马桶不换你就算了 别人做过了大便 别人大过了大便 我觉得 反正水冲你也不摸它 对不对 可是厨具呢 全家都要吃饭 所以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好 非常重要 好 接下来有什么秘境呢 分享完没 帮我分享一下 这时候你说 对我家有蟑螂这样 没错 我有蟑螂笔耶 打开柜子 我闻到那个味道 我就知道那个是蟑螂 还不是 很多网友都有蟑螂笔 衣柜打开闻到蟑螂笔 就知道这个房子都是蟑螂 好 你有蟑螂米吗 蟑螂鼻子 闻到某一种特别的味道 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有蟑螂的 那就要全部都要换掉 然后把它路径封死 路径封死 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 有时候蟑螂会从哪里来 你知道吗 这里 抽油烟机的油烟管 有的比较好的厂商 会在油烟管外面放一个防虫网 很密 就像砂窗一样 就是至少防虫子会飞进去 或是爬进去 蟑螂会从这边爬到你的抽油烟机 下去 然后 因为油烟很好吃 这是纯油 懂吗 纯的那个油烟 那个油超好吃 蟑螂最喜欢 所以抽油烟机的油烟排放是变成 一个是封起来 一个是排放是很重要 你看 这是叶宜兰的家 她家 她的厨具在这个位置 没有排到 走封管走到天花板 而且她包一个管子 包一个装潢 包到这里 刚好遇到一个梁 她说这里是梁 出不去 所以呢 她的那个油烟管就掉下来一个洞 一个弯 然后这边排出去 懂吗 叶宜兰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麻烦 她宁愿做这个事情 让它出现这一个弯 她说有点丑 但是呢 就漆漆嘛 感觉很漂亮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包起来呢 用个柱子包起来 因为她说她家里太小了 所以 让她留一个这边出去也好 生活的印记 这叫生活的印记 她的生活就是会煮饭 她是开放式的厨房 就一定会有很大的油烟管 这件事情呢 她有注意到 你有没有注意到 打开天花板要看 你天花板要自己确认看这件事 设计师不会帮你看 尤其说设计师那晚 厂商装完新的臭额印记 就发现管子没有出去 会有没有出去的问题 但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风太大回压 比如说这个方向刚好是顺风的 所以你在煮饭的时候呢 风吹进来 那油烟就这样子 顺着这个管子 加速从你的臭油烟机 吹下来 很麻烦对不对 连窗外的风压都要考虑这件事情啊 所以 有时候如果你家的排风实在是不怎么样的话 这个管子其实还可以转弯的 往这边 往那边 或是往 总之就是换个方向 换个方向 如果说今天风压太大的话 换个方向 没办法 因为大楼风是你自己要预测的啊 季节风啊 对 夏天吹 什么风 冬天吹 什么风 你们知道吗 这个是我的节目常讲的啊 冬天是东北季风 夏天是西南风 你就顾虑这两个就好 其他偶尔转过来的风 那没办法顾 因为没有办法 四种风 各种风都顾到 所以你只能顾 比如说你这样是朝东北 你这一根就不要 就不要面东北 如果这边有东北的话 你就转个向 往下 往左 往右 调整一下 好 很重要哦 现行实价登录 门牌以32维区间 有间成交32万 是哪一间 不用猜 就是这间 用近实价登录3.0 门牌完整揭露 看得到门牌 才是真实价登录 房价真透明 永庆实价登录3.0 好 那如果今天你要在厨房上 装冷气的话 千万不要并临到你的房间哦 厨房冷气要单做一个 就是你去买多一个 一对一的冷气 放在这里 因为很多社区 比如说屏数大一点 就有一个主机 放在阳台上 它可以一对多 一次可以对五台六台的子机 这样子 那种装饭困难系统 但是呢 如果你厨房要装冷气的话呢 就只好另外再拉一个一对一的 因为油烟啊 总是不要并黏嘛 懂我意思吗 油烟 好 然后还有厨房 它的那个温度设定 是另外一条设定会比较好 另外一个设定会比较好 厨房的冷气啊 以后你清的话就清 厨房冷气的室内机就好 就是你今天煮饭 冷气要多强一点 然后其他的那个 外面房间就不用这么强 这是你的考量点 好 那屏数大才会厨房装冷气嘛 都会做这样子 没错啊 那有钱就多开点冷气嘛 也不在乎多一个厨房啊 会这样想法 会这样想法 那如果你今天厨房要做窗型 不建议 其实我真的不是觉得窗型冷气 是不好的东西 因为窗型冷气又吵 又有噪音的问题 它噪音没有办法隔绝 所以用分离式冷气 会是比较好一点的选择 好 再来电器 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你厨房需要什么样的电器 本来在买房子之前就要先想好 甚至型号都要去看好 如果你买了之后 才开始去添购这些东西的话 你要想想是尺寸跟 插座的问题 像这个照片 完全不及格 太恐怖了 我会觉得叫做恐怖 热水瓶 又是微波炉 又是烤箱 这个是这么老旧的东西 你看 还在那边洗碗 懂吗 那万一水就这样乱滴 喷上来 你看这个 沾板会滴水 滴到这边不就是漏电 然后万一这个烤箱 跟微波炉同时运作 还有热水瓶 刚好正在煮的时候 这边 电线走火的几率 非常的高 所以 如果你长期跟随 我就会知道说 买房子的时候 你的餐桌 要注意什么 就是热水瓶 就是你的热水瓶 放哪里 这个是装潢 买房子的时候 就要解决的事情 就要想好 你平常惯用的电器 这个装潢不会包你的 不会帮你做的 懂吗 像这个厨房就尴尬了 它全部装好之后 你要在哪切菜 我也不知道 你看 瓦斯鲁就在这里这么近 离这个热水瓶这么近 电线你看随时都可能烧到 所以它不要有这堆东西 这边来煮菜 这边来切菜洗菜 这边是对的 但是它堆了这边东西之后 你就不会去煮这个东西 你这辈子就不用开火 你只有煮热水而已 懂喔 就是买房子就要先想要这 万一你买房子的时候 忘了这件事情 那你就知道装潢的时候 想这个事情 还有两倍的收纳量 非常的重要 因为每个人都会买很多的锅碗瓢盆 然后它打折你要不要买 买 所以你需要两倍的收纳 我们改天再找那种收纳单来教你 两倍的收纳量 但是在装潢的时候 就要想到你要有两倍的空间 否则不要买 好 浴室 这个是漂亮的浴室没错 可是浴室有浴室就会有湿器 那你说 哎呀 这个房子有开窗耶 有加分 是感觉有加分 但实际上那个窗屋的位置错误的话 这个是扣分的 大大的扣分 就是 一样啊 夏天吹什么风 西南风 冬天吹 东北季风 东北就是湿器从外面进来 你这边洗澡也是湿器排不出去 外面又有湿器进来 不就是很尴尬吗 所以风要先量好 就是到底今天 这个窗屋的风是什么 湿器要怎么排 要想好这件事情 要想好这件事情 所以湿器最重要 因为如果浴室发霉 就全部都发霉 你就整天刷 太累了 所以湿器很重要 先解决湿器 然后通常都会装一个转转转 或是装个 那个什么多功能干燥机 洗完澡的时候把它烘干 吹干什么的 这件事情要常常做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一个发霉的浴室呢 你的毛巾就会发霉 你毛巾发霉拿在擦脸 然后你人就会发霉 所以你家如果常常感冒 常常什么上呼吸到感染 那一定跟你的浴室有关 这个不是算命 我真的可以当算命师去骗你 会骗钱 因为算命师有些是懂房子的 他也看到你这个房子是湿器 就是这个小人啊 有鬼啊 什么鬼 然后解决之后就没鬼 他就把湿器解决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装一台 多功能干燥机在你的浴室里面 或是你的风管 确实有接出去 那你湿器就没事了 懂吗 所以这个风向是说 如果这个窗户 开法是 假设是东北好了 那你冬天洗澡的时候 千万不要开窗 千万不要开 等到洗完澡的时候 再开一点点通风的窗 但是呢 风会从这边灌进来 所以你开完窗之后 你门要关起来 不要让他有对流 懂我意思吗 反而不要让这个有对流 或是他在对流的时候 你要想好 湿器从窗外进来之后 又从哪排出去的那个路径 这你要自己先想好 别人的味道 所以常常在浴室 都会发现别人的味道蛮恶心的 那怎么办呢 我都会教你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一个打开天花板 你看这是发霉很恶心 这个是管道间接出去的地方 有没有 管道间接出去的地方 是共同管道间嘛 烟味都是从这边上来的 别人家的大便味也从这边上来 这个时候呢 你只能把这个地方封起来 因为很多人的天花板是没有封好的 不是旧房子 新房子也会喔 新房子也会 所以常常你觉得 厕所有别人家的烟味 受不了抓狂 告官也会 都没有用 你要抓到证据 确定是某一户抽的 才能够对他做一点点的 劝戒 否则你说规定 什么 他照抽你也找不到谁啊 对不对 你也不能够去他家搜索说你叫什么烟味 这没有道理 可是你自己先做好 比较重要 把这个管道封起来 用发泡我是用什么打 总之就是把它封起来 有些是用砖头 有些是用发泡的东西 各种发泡剂把它封起来 然后呢 你去上网买一个单向的逆直阀 就是通风扇 很便宜1000块而已 通风扇要有单向逆直阀 还可以做两层 双单向逆直阀 就是 把 凑气抽上去之后 本来的通风扇就有逆直阀的功能 对不对 然后呢 进去到共同管道 如果你走共同管道间的话 可以做两个逆直阀 让味道可以 双重止入 懂我意思吗 本来是通风扇有一个逆直阀 然后呢 通风扇的管子上面 又有一个逆直阀 你做双逆直阀 然后再接出去 这样味道就不会 别的味道就不会进来 费用很便宜 因为你多一道逆直阀 一个逆直阀 很便宜 逆直阀是什么 就是一片板子而已 叫逆直阀 有东西吹过去就飞过去 然后就通 没东西都盖起来 那你做双逆直阀 至少味道会可以 两层的保障 2000块 搞定一切 好 好 再来一个秘技是 免制马桶 很多人想要 囤卫生纸 我就说免制马桶 打败你的囤姬 用水洗不行吗 为什么不用水洗 你洗完还是用卫生纸擦 我跟你讲 你倒完变了 如果只是用卫生纸擦 可能要七张八张 你免制马桶洗完 你可以用毛巾擦 不用卫生纸 你用卫生纸 你拿两张卫生纸擦干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 书姐要出三层卫生纸 就是在这个道理 好 这个网友很棒喔 这是一个旧的房子 有没有看到 免制马桶在这里 可是淋浴间窗在这里怎么办 它电线从这边拉过来的 表示它里面是没有插头 所以它必须从外面 拉一条电线进来 有没有看到 有 可是呢 免制马桶问题在哪里 因为这个是无电脑控制的 所以免制马桶怕水 它的房又这么小 淋浴在这边 那会把免制马桶弄坏啊 所以这个网友很聪明 最后呢 他用这个东西盖起来 哇 洗澡的时候呢 就用浴帘把马桶罩住 其实蛮搞笑的 可是呢 如果你是个老公寓 没有插座的 你必须想要装个免制马桶 以免你囤积卫生纸的话 这样子就搞定一切 这个网友是非常有心 而且是正确的 懂吗 要防水 在 吹风机的位置很重要 这是叶宜兰家 洗手台的下面就有一个插座 插座上就放着它的吹风机 就是洗完澡直接拿起来吹就好了 这个在装潢的时候可以做到 可是你现在 你家的吹风机放哪里 是不是梳妆台 对 那如果你没有梳妆台 是不是放什么柜子里面 需要吹的时候呢 才拿出来找地方插 插完再吹 吹完的时候 然后再找地方放 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想好 在装潢的时候 吹风机放哪儿 你看夜晚都想到 连它的那个 这什么 体重剂放哪里 都想好了 因为这个是一开始就要规划 这千万不要以为是设计师会帮你 不会 设计师不知道你要有体重剂 不知道你有吹风机 他们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们还有握室 没有讲完 我想下次再找个时间再来告诉你 卧室有什么装潢的秘迹 最新影片都在好凡网YouTube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 打开小铃铛哦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